身为一个电玩迷,我一向来都对所有的电玩改编的电影非常感兴趣 但历史总是惨痛的 即使改编这下路上充满烂作 我意外对所有改编的电影都抱有一种欢迎的态度 要知道,就连众人见大的Resident Evil,我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而随着The Last of Us的大获好评,到Mario获得全球票房第二 电玩改编也有好作品的风向看势已到 这样的期待,帮我带到这部电影Find Nights at Freddy's的面前 大家就一起来讨论讨论这部电影吧 大家好,我是CJ,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你大大力点击subscribe button,关注我的频道电影提分你哦 Mike Smith和妹妹Abby两人相依为命 他火爆的个性导致他被保安公司开除 为了要维持对妹妹的抚养权利 在找不到其他工作之下 Mike勉强接下了一份无人问津的工作 在一所废弃的家庭娱乐中心担任保安人员 连续几天的值班以后 Mike开始梦到他年有被绑架的弟弟 而这个梦境每一天都在产生变化 慢慢开始侵蚀他的脑袋 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而这一间家庭娱乐中心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个电玩系列的人气比我想象来的高 因为我去看的那场满足力高达70% 大部分都还是活在刀口上的零零后 他们看这部电影的反应比我这种老人家来的还要大 其中有两个桥段更是让他们欣喜若狂 但我真的看不懂 原来是电影请了两位著名的youtuber前来登场 我感觉自己已经从电影主攻的年轻群众中毕业了 啊我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那那就没有什么来自我年代的轨迹吗 有 Hunger Games的Peter 担任了本作的主角 George Johnson的登场马上让我产生一种碰到书人的亲切感 选的好 他扮演世纪的亲人的哥哥Mike Smith 并单体的电影情感代表了这一面大棋 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这边演员长着一副林家大哥哥的脸孔 有着让人轻易靠地的感觉 观众很容易就能融入他的故事里头 而我也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去了解他的电影里面的处境 以及动机 但他演的或许和当然想要呈现的有很大的出入 Mike Smith想要找出过去绑架的第一的匪徒 但重点来了 电影是Five Nights at Freddy's的真人改编版 那么焦点必然也是那四只可怕的人形公仔 编剧为了让主角与那四只公仔的出出有着更大的联系 更是在于他的过去下了更多功夫 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卡在主角的世界里头 但我的内心其实就只是想看到四只人形公仔 大开杀截 越爽快越好 反之我们却被逼着看的主角的心理挣扎 而且有趣程度不一 也很快就失去耐心 当然很努力地想整个的Blackfoot这种风格 但是又怕用力过度导致电影立体 所以导致两边的重心一直都不能被平衡好 电影风格也不太稳定 前半部分虽然拉了一个血腥场面 但中间又搞了一个... 交友环节 主角妹妹Abby和这四只公仔玩的不亦乐乎 场面还一度融洽 瞬间就毁掉了这些公仔之前所见起来的恐怖印象 也因为有了这一场景在先 电影后期呢 也再也不能重塑这种神秘又恐怖的气氛了 故事的连接性也非常的松散 每一幕都能够独立播放 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冲突 强烈让我们感到这种断裂感 变成配角们的故事先 这些角色的存在只会特定场景不悟 然后被立马消失 后面再也不被任何人提起 这些角色所做的一切 也没有对后来的剧情造成任何影响 到了这种程度 我也很难断定定的叙事到底是否真的非常糟糕的 整个剧组就好像刻意把这些支线都给忘了一样 即使到了结局 意外会给观众产生许多问题 主角一切能变这么轻易的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吗? 所以对于这部电影 我一开始的彼女是感觉用力过猛 但后来想想这个想法好像不太对 敷衍了是更为贴切 其实四只公仔展开杀人行为 你想想 这个事情其实听起来是非常荒谬的 对吧? 但在这个庞大的电玩系列里 这些设定是透过每一个作品 来慢慢建立其后面庞大的设定 但未来能够在一部电影里面 把所有设定都给交代完 电影只保留设定最核心的部分 以最水皮的方式来把所有设定一笔带过 神秘感和恐怖感都不能够让人留下任何影像 那就算了 但这边杀人的部分也不能够让观众好好爽一下 注定了这又变成了另一部 单纯套着电玩皮壤的平庸之作 导演既没有把旋翼这条路线走到底的决心 也没有能够发挥 Finders & Freddy旗下角色魅力的能力 两边都半桶水的情况之下 最终出来的也只不过是另一部半桶水的作品 但落一部电影以十分为满分 这部电影只值得四分 但绝对是众多四分电影当中最好看的那一部的 虽然电影质量不怎么样 但考虑的电影在年轻群众中受欢迎的程度 加上电影票房暴洁 续集看也是板上钉钉 这么一看这部戏有多了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 但其实有必要吗? 那么今天的电影讨论片在这里结束 想听更多电影影迷的话 记得一定要关注电影提芬妮哦